好,我们来聊一下生命值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做的是像这样子 生命值从0到100 依序增长上去 那你可以怎么做 那目前这个做法 我解释一下是使用一个角色 一直移动到猫咪的位置 在它头上显示生命值 那显示生命值的方式 我先把它复制一个 解释一下它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造型 第一个造型 我们出现一个这样子 一半是红色 一半是黑色 然后有一个黑辫 有一个黑辫 第二个 是只有一半 就是黑辫 另外一个是红辫 那也就是说第1个是全部 第2个跟第3个 那我们是各切一半 然后它的做法 基本上是还蛮简单的 就是 刚开始我们就是显示这一个 整串 显示整串之后 那我们用分身来做 那如果我们要显示 50以下的呢 假设我们要显示50以下的 我们就是建一个分身之后 把角色的 造型 切换到黑色这个 切换到黑色这个 那黑色这个要怎么 去显示50以下呢 我们就是从 黑色这个 从这边开始 移到 假设我生 生命值是10 就这样 20 30 就一直移过来 移到50 那超过50呢 那我们就把 什么 造型 改成红色的 那造型改成红色的呢 就从 从最边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一直到 100 刚好盖住 就刚好整条是红色 这是 整个城市的做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 写法 首先你看 我们先给他乱数取一个生命值 到这里 假设这里 乱数他就取出20 20之后我们就不断的去 重复执行一个什么事情 定位到猫咪 定位到猫咪 他会怎么样 在这下面 所以我们必须把Y改变 往上改变 改变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这边测出来的是90 接下来切换造型到全部 生命值是全部 全部就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 刚开始的 这样子 切换到生命值是全部之后呢 要做什么 建立分身 我们开始建立分身 当分身产生的是要做什么事情 先把我们 产生的分支 挑到最上面 然后接下来就要判断 大于50的时候呢 那红色就一直往 右边长出去 红色就往右边长 那如果不是 大于50 那就是等于小于50 小于50的时候 我们就是 黑色往这边走出去 所以他有一个运算 生命值大于多少 那 X改变 一个是 X加 如果是黑色的时候 我们就是 X改变多少 那如果是红色的时候 我们要 去减掉多少 这个 数字你自己去算 怎样算才会刚刚好 那在做绘图的时候要特别 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注意 这边是必须是点正图 不要用向量图 为什么不要用向量图 是因为 我们要去算 像这个 99 事实上是应该是100 我插掉了 一个点 因为他黑色线稍微粗了一点 100 乘以9 那这看这是 50乘以9 这是50乘以8 这个就是 我们点正图的大小 这是点正图的大小 在这里看 如果你用向量的时候 他全部都是100 那会造成你的 在算 这一个 加减乘出的时候 你会 会有一个 X改变多少的时候 你会出现问题 这是一个小技巧提供给你 那这样做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说 那我生命值改变 他就一直变 那我跑到任何地方 他还是会跟过来 跑来这边 他还是会跟过来 他会一直跟 那我们生命值 可以随着你的生命 值变化 他就不断的去显示 他这个 很棒的长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